郑爽一直是娱乐圈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人物 近日爽妹子再次登上了热搜 不过这次不是因为她的爽言爽语 也不是因为她的恋情 而是有网友发现她的脸又变了 郑爽收邀出席巴黎时装周 抵达巴黎后拍摄了一组时尚大片 身穿一套黑色西装的郑爽 气场全开 内搭的嫩粉色高领毛衣又添一份甜美 可以说是又酷又甜 但是画面里郑爽的鼻子十分怪异 从山根到鼻尖成一条纸线 透出浓浓的网红风 尤其是鼻巾给人一种要冲破皮肤的感觉 和之前的照片比起来大相敬平 侧面图完美撞脸无心 网友吐槽郑爽的鼻子看起来好像巫婆 怀疑郑爽又去整容了 对此粉丝解释说是化妆方式和拍摄角度的问题 网友觉得这个理由太过牵强 近几天出现在机场的郑爽 一直戴着口罩 还用伞挡住不让拍 说是去整容了也不是没有可能 只是这回郑爽可不能再甩过张汉了